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表结构吧 现在这些东西跟我们是一样的吧 是吧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去这里面写具体的这个语句了 是不是 好 在这个地方我们去写一个语句 假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写一个吧 我们说 insert into这个university是什么呃 括号什么v64是吧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 现在我们的自断名称 是不是 比如说name是吧 然后比如说这个rank是不是 我先写两个字吧 假设我们先写一个是吧 比如说哈佛大学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再写一个rank 我们说排名第一 是不是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插入成功一条了吧 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select信号fromuniversity 是不是有了 那好 我们就照着这个语句 我们这样去写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sock语句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一个sock语句是吧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把这个分号先去掉 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东西做成动态的吧 是不是 做成动态的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样 百分之后s是不是 替我好像百分之后s这种形式吧 但是现在他不止一不止两个还是说不止一个或者两个百分之后s吧 对吧 所以我们怎么样这个地方 他可能不固定的百分之后s是不是 有可能是固定的 我们就还是安全一点 认为他是不固定的 这样比较好 好 然后这个地方要怎么写呢 同样的这个地方 如果后面的这个长度不固定 这个地方也不固定吧 是吧 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大概我们猜出来 就是说我们那个item的这个当时定义的时候是严格遵照我们数据库的里面那个字段名称来定的吧 是吧 他们是一一对应的吧 跟我们讲过那个里面model是不是很像 所以说他们里面叫什么字段 我们这里面就叫什么字段 他里面那个keys啊 是不是就是这个item它是一个字典吧 他这里面那个keysitem.keys 是不是就是我们数据库里面那个字段呢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给他替换掉吧 是不是 好 我们用一个花括号来代替他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用一个花括号来代替他是吧 所以说这块我们就可以写成什么.format是吧 哎 点format什么呢 format然后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所有的key 是不是啊 key的话我们就用一个什么 点把它join起来就行了吧 是不是啊 join起来什么呢 这个keys 用一个do号 把它join起来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这个 这是百分之后s吧 若干个百分之后s是吧 他也也站 但是中间也是斗号隔开的吧 是吧 点join起来 然后中间是百分之后s 是不是啊 若干个多少个呢 跟key一样长度多个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 用self.casa.execute吧 是不是啊 把这个suko执行一下 同时怎么样 把那个v6传给他 是不是啊 v6是什么 item.v6 是不是啊 然后再怎么样啊 self.connection.commit吧 是不是啊 这样就可以了吧 还 我们现在来执行一下 啊 等我等一会儿啊 我们这个pipeline 我们写完以后 scribe 他怎么知道 我们写完了一个 一个pipeline呢 还有个配置没有加吧 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呢 在这个settings里边 打开setting的文件 在这个地方找到 那个item.pipeline那段 在哪里 在哪里 item.pipeline 找不到了 好 找到了 在这里 我们把它注释掉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名字改一下吧 改成叫什么 my circle.pipeline 是吧 哦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运行了 现在我们来 再来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项目 是吧 运行我们这个项目 哎呀 但是报错了 是不是啊 很不幸 我们看一下报什么错啊 说 vail has no attribute translate 什么意思啊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 这个vail 我们不能这么传 这个地方传出来的是个什么 vail吧 是吧 vail 他 他不能接受vail 他得他得接受一个list 或者 那个圆组 是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最好先给他 写一下 是不是 然后用一个什么 list 给他转一会 转换一下吧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 再给他写成vail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值 这个地方 也可以写成vail 好 这个地方 现在就都写好了 好 然后现在呢 为了 为了我那个方便调试期间 我把他的那个 souca语句给他打印出来 他那个souca语句 有 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last 不对 不是这个 是casa里边的 last executed 好像是叫这个 能把上一次执行的souca语句给打出来 我们先执行一下 再说 还是报错 是吧 我看一下这个报错 什么 data 全kd for rank 什么意思 就是rank的话 他传过来的 有可能是一个 我们看rank 和他这里面好很乱吗 是个字符串 是不是 不是一个那个硬材类型的 对吧 所以这块的话 我们最好去怎么样 改一下他 他的这个字段类型吗 是吧 我们out一下 下这个outtable这个universities是吧 然后我说modi 或者change这个column 把这个写把这个写到这里边 那个什么呢 叫这个rank是吧 rank我们然后给他改成一个watch 多少呢 我们说32应该差不多够了吧 是不是 嗯 这个没有吗 哎 这个也不对啊 我看change automotify 签一句rank 这是怎么写来的 嗯 嗯 change 这个modify 好像是这个地方叫modify 是不是啊 out of table 前面是要加的 哎 还是不对啊 语法 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那个等会啊 我看一下啊 这个没写这里面没有啊 这个没写这里面没有啊 我搜一下这里面有没有 我搜一下这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同学能记住这个命令的啊 呃 add column 呃 rename column modify column 啊 啊 哦 out of table 什么什么modify是吧 然后后面不跟括号是吧 table前面前面少了个table table感到我们去掉了 好了啊 这就改完了是吧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 现在这里面有数据了 我们先把这个表清空一下 是不是 好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运行一次 好 这回好像正常了 但是有个别的好像还在暴走是吧 只有个别的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这个数据有没有啊 我们用一个我用我那个软件来看一下 叫x叫千木这个gp01是吧 然后看一下university里面是不是有 又值了吧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是空的是不是 在这 这样的话这些数据是不是就都进来了 抗考迪亚大选 都有了 一共存进来494条这个494条信息 是吧 一共存进来这么多 好了 已经结束了 现在一共 我们看到看到他怎么样 存了500500一共爬了511个这个 呃 5511个页面 然后呢 把这个item的话是一共爬到了 494个这个494个 我们看一下item里面一共存了多少个 494个 没问题吧 是吧 好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就就算是写完了 是不是感觉 还挺简单的 是吧 这个pipeline这个大家知道他是做什么用的了吧 对是管道存储 注意这个函数 他这个地方他其实啊 他这个函数其实是很随意 他的他这个要求是很随意的 就是说你这两个其实都可以是不写的 你不写也没事 你说你直接在这里面去建立处置化链接 但是当然没有人那么干呢 在这里面写这个东西 那他 每次掉仍然会掉这个 这两个不写都没事 必须要写这个 这个函数 而且要求必须什么呢 必须要在最后返回一个item 啊 必须要返回一个item对象 如果你不返回他就会就会报错 好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我们也应该把它写成一个什么 写成一个这个 这个东西是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用转 这个不用转 直接写一个university就可以了 好了 那这个地方啊 现在仍然还有一个小小的 遗留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 有人能看出来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吗 存在什么问题吗 搜索注入没有 搜索注入没有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传的参数啊 不存在搜索注入 那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你看这个搜索语句啊 把这个打印出来这个所有语句啊 他这个 这个东西这个顺序是跟这个一一对应的吧 是吧 也就是说他一旦后面这个顺序变化 那他这个值肯定就插入就错误了吧 是不是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吧 但是这个地方这个顺序呢 我们能不能保证它是一一对应的呢 不能吧 是不是不能啊 那这个地方肯定不行吧 你这样写 字典它是无序的吧 是不是 那kiss和value这两个东西 他能保证每次取出来都是 顺序都是一样的吗 也不是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写的还是有问题 是不是 那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呢 这地方怎么写才能保证他的 两个顺序是完全一样的 对 取值的时候根据键来查询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不能直接取y64 应该怎么样啊 写这个item-k是吧 然后怎么样 for key in什么 kiss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他根据这个key 怎么样 去item里面查这个value是吧 这样的话查出来才行吧 那 那既然这样写都都已经这样写了 那我们干脆 为什么不直接用他里面那个items函数呢 items函数不就是一个对应一个一个对应的吗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items函数返回来 它是圆组吗 是吧 两两两两两在一起 所以怎么样 我们要这个地方要怎么样 要给他解锁 是不是 我们的kiss value 等于什么zip吧 是不是用这个函数了 新号item 点items 是吧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他这样写行不行 把这前面两个删 我们不想注视掉吧 留着好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来运行一下 先把那个数据给我清空一下 好 没问题吧 仍然是可以插入的 这回这个顺序什么的 应该是能保证 它是 严格的意义对应了 之前的那一张写的话 我们就不确定他那个顺序 是不是意义对应了吗 是不是 大家这块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这个zip函数 大家之前都用过吧 是吧 就昨天用过 昨天我们讲过这个zip是什么样 叫拉链是不是 那拉链 他既然把能把两个两边 看这个压链拉到一起 他也就能怎么样 拉开吗 我们刚才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拉开的操作 是不是 这样理解 是不是就很好理解了 那我 我来这个地方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字典是吧 我这字典里面叫A是吧 A1B2C3 这样一个操作 那我现在说地点items 是不是就得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得到一个list 相当于是吧 L我说一个list items 等于什么把它用list转一下 那他就变成了一个listlist里面是 多少个 若干个三个吧 有几个键就有几个元祖是吧 每个元祖是吧 第一个是key 第二个是value吧 是不是 对吧 那现在我们昨天写的就是这个zip zip 如果传两个这个传两个解带给他 是吧 有一个A一个B一个C 啊 我没网了 又没网了 你也没网了 我怎么回事 我没动啊 欠费也不至于局域网都断了 你们也都没网了 哎呦 我这个交换机好像没有电了 啊 好像是这个 好像应该是 哎呦我去 这卡着我蹲不上来了 我看好像是断电了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东西 现在看一下 是不是好了 又连上了啊 哎太好了 刚才是应该是我一不小心踩到了那个 那个插头 然后那个 啊 它是这样的连过来的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 它是一个插座连到这 然后 哦 我也看不懂它这个布线 什么意思啊 它这个连在这上面呢 然后这个插座的电被我踩掉了 它是这样的 好了 都脸上了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我们写的 那个 我们昨天是这样写的吧 就是说 我们写一个这个zip 那 那他这个zip的话 list出来以后的话 是不是就跟我们刚才上面那个list items出来那个list是一样的呀 对吧 那既然他能把 这样两个list弄到变成这样 那他是不是也能把这样的东西 变成这样呢 是不是 那答案肯定是必然是肯定是有的嘛 是吧 那也就是说我用一个zip 然后星号是吧 带到这个 地点items里边去 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类 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吧 那同样的 我如果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 list zip 把这样的一个东西传给他 哎呦 他是怎么样 也不对 zip他是应该是应该两个他把前面那个方过号给他去掉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 是不是 那同样的 我现在把反过来再把这个东西 再传给他 他是不是又变成这样了 对吧 就是一个正的转换一个负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是把把那个值转成那样 一个是把这个值转成 把这种值 把这种值转成 像这样 是吧 这叫zip 是不是 那他这个他没有提供一个函数叫zip 是不是 但是呢 他可以 我们可以用一个星号的这种写法 为什么星号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呢 为什么星号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看一下这个zip函数的他的一个这个东西 我帮助文档 我们看他这里边怎么样 他可以传他是只能传两个吗 他可以传若干个吧 是不是 他是不是可以传若干个呀 那也就是意味着我这个地方可以传很多个 假如我现在这样写 我现在我现在单独写一个东西啊 我说一是吧 这个里面是 我现在讲a 1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呢 b 2这是一个 再来一个我们说c 3 少了个多号啊 好 这样 这样我拉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变成了abc和123 是不是 假设现在我传两个值进去 我现在传两个值进去 把这个后面这个c3我们给它去掉 那他就变成什么样 ab和 12是吧 那假设我现在把它顺序换一下 我变成 这个地方写b 这个地方写1 是不是 这也就是说它是把它前后两个都组合在一起吧 是不是 就是我们注意当时这个地方后面再添加的时候 他就什么变成ab abc3 这样的现在这样就能看出效果来了吧 就是说 就是说它是把这两个值怎么样 转换到一起来的 它是这样一个作用 那回到我们最上面这个刚才那个地方 对吧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现在假设我zip 我给他传的是这样一个列表呢 注意我传的是一个这样的列表 那这个列表 我们想要让它变成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怎么办 就是不是应该用一个信号把这个外面这一层相当于衣服给他脱了呀 对吧 信号的意思是什么 解封吗 是不是 它就是把你一个把你的一个这个 list里面每一个参数变成一个独立的参数去传给那个函数吧 是不是 不是就变成这样了 好像好像还是不是很明白 我们自己写一个函数 我们不用这把函数了 我们自己来写一个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经理一个函数是吧 我这个函数呢 他接这种写的定义函数方法信号这用可以知道吧 这个地方知道吧 那那我现在我去这个东西传进来以后呢 我print一下这个 他的这个type这个args 同时呢我print一下这个args 这个函数就做这个两件事就做这个事情 现在我注意我 f 我传一个列表给他 我传的是123 那他打出来是什么 是一个top里面 然后是怎么样 是123是吧 他传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现在如果我在这个星号这个列表前面加一个星号 那他打出来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 对吧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不对 这个 对对对 没错 就是这个里边 他他这个里边变成了 就是说外面又包了一层这个原主 是吧 就是他这个args在他那边拿到始终是一个原主 是不是 所以说但是这个原主里面他也分什么东西 所以说像这个里边 我们如果是除非你确实想传一个list的给他 你不加星号 好吧 否则你怎么样 你这边就是要加星号 是不是 加星号就相当于把这里面 相当加星号就相当于是怎么传 加能于是这么传 是不是 就是相当于是这样传 是吧 这两种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刚才那个zip也一样 我们刚才那个写法 这个最后一个 我们刚才这样传这个写法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怎么传 就我先把外面最外面那个信号给去掉 是吧 然后再把外面这个括号给去掉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这么传 是不是 就是传一个参数还是三个参数是吧 那样的话我们就是写起来更简单一点 用一个信号 是吧 比如说有时候有些参数 他是动态传过来 他是别人传了一个list给你是吧 你你没法一个个去写 那你这个地方怎么只能只能怎么样 用一个信号来写吧 同样的那两个信号那个东西 一个意思跟他吧 是吧 这个这块 就是信号这个用法 在我们 python里面其实还是 还是挺挺挺多的 挺灵活的这个东西 他可以用在哪 还有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呢 复值那块可以用是吧 就是复值的时候怎么用 比如说 这个a和b等于c等于123 这种写法大家都见过吧 是吧 那假设现在有一个4呢 后面多一个呢 都不行了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b假设定义成一个星 那这个b就变成了一个列表 是吧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print一下这个abc b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列表 那中间值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任意的 多是不是 那这个b现在是多少 就是说a和b永远都是一个 那这样的话可以 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想 马上想到了一个典型的 能应用到这种写法的一个场景 是吧 比如说你现在有个需求 说那种体育 那么体操比赛是吧 运动奥运会比赛 裁判哪分是不是 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那中间这个b是不是就是我们实际取值的范围 对吧 那拍摄实现这种需求 什么一行代码就实现了 都不用搞这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他不管你有多少个值 哪怕你又 哪怕你又1100个值的话 也是可以的吧 是不是 我们论元100 那就是a是a是多少 a是0吧 c是99 那中间的1到98 都是我们存在这个b里边的 是不是 甚至我怎么样 这个地方是假设 我只有两个值呢 他也是可以的 那b现在是多少 就是空的 所以他这个代码 这个健壮性和安全性 是不是就一下子增强很多了